在招伟邱太元带领下 包括立法委员游玉兰 陈玉珍等立法院未还委员会成员 到基隆长庚医院及部立基隆医院参访考察 一行人先到基隆长庚中央检验室 了解新冠病毒PCR检验流程 并参观各形式病房设施 由于疫情期间第一线医护人员最为辛苦 未还委员会除了来为医护加油打气 也希望了解这两家基隆大型医院 在疫情趋缓后的医疗量能调整 蔡司苑委员 刘亦兰委员 还有我们陈医生委员 我们共同一直都是关心 我们人民健康的委员 今天在雨中 也要来这边给我们的医疗 人员最大的温暖 同时我们政府那个 我们卫福部长官也过来 我们共同来看看 在疫情当中的发展的经验 我们累积给台湾 然后疫情以后我们怎么样 看基隆长庚怎么样再把医疗的量能做到最大 基隆长庚医院方面回应表示 院内的新冠患者专责病房 在疫情最高峰时占了全员病房数20% 随着疫情趋缓 目前已经调降到8% 共63床 院方将视疫情发展情况 适时进行调整 陪同立法院为还会参访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金融市长的立法院蔡世英 也提出他的医疗政策 除了延续林侯昌市长老人免费装甲牙 及降低施打肺炎链球菌 年龄到65岁外 蔡世英表示上任后将推动 市立医院部分转型以长照为主 我们认为长照的机构 要由市政府这边持续来推动 所以我提到了未来的市立医院 会转型 有部分会转型为长照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 长照的量能量 那再来我们当然会鼓励民间 持续的推动长照的议题 另外蔡世英也计划将各区卫生所 升级改制为健康卫生中心 落实成为里林间最重要的 民众健康促进单位 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让我们的卫生所 从过去比较官僚的体系 变成一个服务市民的一个中心 也成为各区市民关于健康咨询 最重要的一定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几千事前 这是我们未来会来持续来推动 蔡世英也强调 金融市卫生局将持续深化 与金融四大医院的合作 协助扩大医疗量能 并配合中央政策 鼓励更多医疗机构进驻基隆 让金融市民能获得更完善的医疗照护服务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